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奇幻榴莲千层,热带风情的层叠 2.柠檬雪花酥,清新酸甜的冰晶世界 3.抹茶红豆蛋糕卷,和风甜点的优雅旋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奇幻榴莲千层,热带风情的层叠 各位时尚探险家,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热带水果 榴莲,以及她如何在甜点界掀起一场层层叠叠的革命 奇幻榴莲千层蛋糕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水果之王 榴莲,一种外表坚硬,内心柔软,带着独特香气 或者对某些人来说是臭气的水果 它的外表锐利如刺猬,内里却藏住金黄色的甜蜜肉质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榴莲成为了爱她的人眼中的美味真品 而讨厌她的人则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当榴莲遇上了千层蛋糕 这场味觉的盛宴就变得更加迷人 千层蛋糕,顾名思义 是由多层薄饼和奶油或者其他馅料交替堆叠而成的甜点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千层蛋糕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变出无数的变种 奇幻榴莲千层蛋糕 就是在这些变种中的热带风情代表 想象一下,当你用刀切开这个蛋糕 那层层叠叠的薄饼和榴莲馅料交织在一起 就像是在味蕾上上演了一场东南亚风情的舞蹈 每一口都是酥脆与绵密的完美对话 榴莲的浓郁香气在口中绽放 让人不禁想起热带雨林的神秘与丰饶 当然,这场味觉的盛宴并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 对于那些对榴莲敬而远之的人来说 奇幻榴莲千层蛋糕可能就像是一场味觉的挑战 但对于榴莲爱好者而言 这无疑是一次将爱好升华到艺术层面的体验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勇敢的甜点师们 他们不为榴莲的争议将其融入西式甜点中 创造出这种跨文化的美食 他们就像是美食界的魔法师 将看似不相容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令人惊喜的新滋味 总之,奇幻榴莲千层蛋糕 是一场热带风情的层层叠叠的冒险 它不仅仅是一种甜点 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味觉的探索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这个带有争议的甜点时 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说不定你会在这层层叠叠的奇幻之中 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热带天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柠檬雪花酥 清新酸甜的冰金世界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极富诗意 又充满味蕾惊喜的主题 柠檬雪花酥 这不仅是一道甜点 它更是一场冰金世界的味觉之旅 一个将清新酸甜融入每一口的艺术品 首先,让我们从这道甜点的名称开始着手 柠檬 这个字眼立刻唤起了我们对酸味的记忆 它是夏日里的一丝清凉 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而雪花酥 则让人联想到冬日里飘落的雪花 轻盈而细腻 将两者结合 便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柠檬雪花酥的制作 是一门需要精准剂量与温柔手法的科学 想象一下 糖粉如同冬日的第一场雪 轻轻洒在酥脆的饼前上 形成了一层不规则的白色覆盖 而柠檬汁和柠檬皮的加入 则如同春日里的一阵清风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这道甜点的魅力 在于它的对比与和谐 酸甜的柠檬与甜腻的糖粉 硬朗的饼底与软棉的内线 冷冽的外观与温暖的口感 每一对矛盾都在口中完美融合 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感受 而关于柠檬雪花酥的有趣故事 传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一位烘焙师傅在制作传统的雪花酥时 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柠檬汁 当他试图挽救这场在南时 意外地发现柠檬的酸味 与雪花酥的甜味 竟然意外地和谐 于是 这位师傅决定将这个失败 转化为创新 并将其命名为柠檬雪花酥 从此这道甜点在烘焙界传唱开来 当然 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它却反映了烘焙世界中的一个真理 有时候 最美妙的创造往往来自最意外的错误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柠檬雪花酥时 不妨想想 那位师傅的创意与偶然 以及这道甜点背后的冰镜世界 让我们一起 在清新酸甜中 寻找生活的小缺幸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抹茶红豆蛋糕卷 和风甜点的优雅旋律 各位同好 今日 咱们就来聊一聊那原自日本 却在全球范围内 俘获了无数味蕾的和风甜点 抹茶红豆蛋糕卷 这不仅仅是一款甜点 它更像是一段跨越时空的风雅旋律 将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 首先 让我们从抹茶说起 抹茶 这种绿的发亮的粉末 是将精选的绿茶叶石 末成细粉之城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 当时的中国禅僧将其带到日本 而后在日本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和推崇 抹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日本茶道中的灵魂 它的味道 既有苦涩 又带甘甜 正如人生的百态 复杂而又丰富 再来说说红豆 这个在东亚甜点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小家伙 红豆或称为小豆 在日本被称为Azuki 红豆的甜 是那种深沉而又持久的甜 它的味道仿佛在告诉我们 甜蜜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主顿 才能慢慢释放出来 当抹茶遇上红豆 就像是一场东方的味觉浪漫邂逅 抹茶的清新 与红豆的甘甜相互辉映 宛如一手和风旋律 让人回味无穷 而蛋糕卷 则是西方甜点的代表之一 它的历史 虽然没有抹茶和红豆那么悠久 但它的轻盈和柔软 却为这场东西方的美食邂逅 增添了一份优雅 蛋糕卷的制作需要精准的技术 和对材料的细致把控 每一次的卷动都要掐到好处 才能保证蛋糕卷的完美形态和口感 当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制成了抹茶红豆蛋糕卷 它不仅仅是一款甜点 更是一种文化的交融和味觉的艺术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抹茶的清香 红豆的绵密和蛋糕的柔软 它们在口中交织成一首和风甜点的优雅旋律 而关于这款甜点的有趣故事 据说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 一位日本甜点师傅在制作传统和果子时 突发奇想 将西式的蛋糕卷与抹茶红豆相结合 没想到仪式成名 从此抹茶红豆蛋糕卷便成为了 和风甜点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这款甜点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坐在一片精密的日式庭院中 眼前是一杯冒着热气的抹茶 而手中的抹茶红豆蛋糕卷正 诉说着一段跨越海洋的美味佳话 希望大家在观看到这些奇幻榴莲千层蛋糕 柠檬雪花酥和抹茶红豆蛋糕卷的介绍后 对于这些独特甜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甜点都是将传统与创新 东方与西方相结合的产物 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口味和文化交融的魅力 无论是榴莲的特殊香气和口感 柠檬的清新酸甜 还是抹茶和红豆的和谐搭配 这些甜点都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征服了无数的味蕾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甜点 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创新的体现 在这个多元化的美食时代 我们应该勇敢尝试新的味道 敞开心扉去探索更多可能性 无论你是喜欢榴莲的奇特香气 还是追求清新酸甜的口感 又或是钟情于和风甜点的优雅旋律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和口味 最后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甜点有何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想要分享 或者你对于其他甜点有什么好奇或者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美食的乐趣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